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指出LDQUO 资其情欲 则命同招路也LDQUO 资情纵欲 对方式不加节制 必然使经验枯竭 真气耗散 可造成年少早亡或未老先衰 防势过度主要是损耗人的精气 而精气为养生之本 OSPEGO等于WIDOWADSBYGOGOGLE 都是 精气损耗就动摇了生命的根本 所以健康和长寿就难以保障 因此 防势不可过度 因擅自真摄 节育养精 薄滋味 养血气薄滋味 是指多食蔬菜 瓜果 清淡素食类 烧食肥肉 烈酒 辛辣 油腻制品 只顾满足口欲 贪图高粮后味 适时美酒佳肴 整天大鱼大肉 无所顾及 有损身体 医学心物主张LDQUO 末世高粮 但实为罪 RICO 吕氏春秋 指出RICO凡事五强后味 无以列位中酒LDQUO 告诫人们少吃荤食 不要贪味 饮食五味不要太过 特别是不要太闲 要严格控制食盐的摄入量 验金液 养脏器 ADSBYGOOGLE等于WINDOW ADSBYGOOGLE BUSH 金液质唾液 古人认为金液 是人体的精华 在非饮食情况下 经常用舌头 在口腔内搅动 实体内的水分上升至口腔 通过唾液线变为唾液金液 在徐徐咽下 有滋养脏器的良好功效 孙思淼真人在养声明中 说LDQUO 陈兴术玉金LDQUO 可以屈病异兽 他每天早上醒来 用舌搅出唾液 徐徐咽下 经此养身 活了一百多岁 宋代文学家苏东坡 认为唾液LDQUO 功用不可量 笔之服药 其笑百倍LDQUO 年过八旬的乾隆皇帝 其养身法之一就是LDQUO 吃肠扣 经常咽RDQUO 莫趁怒 养肝气平时要心境平和 不要随便发火 如果经常发怒 导致肝气持续处于上行状态 肝气上蜜 同时血液随气上蜜 造成肝育不输 从而对肝脏造成损害 若经常为生活所失动怒 甚至暴跳如雷 就可因怒火而气乱 使心神无主 阴阳失掉 气血薄荷 经络阻塞 脏腹功能紊乱而致病 甚至引起猝死 欲求肝气调杂 书写正常 就要LDQUO 借目RDQUO LDQUO 致目RDQUO 减少情脂刺激 防止过度的情绪波动